大家好,歡迎來到FM的視頻 沒錯,是 F1 Manager 23 其實我期待了很久 因為今年新駕了一個模式叫做精彩回顧 讓你結合現實去彌補現實的遺憾之處 其實這個賽季剛剛開季 阿朗素表現真的很神勇 其實現在都很神勇 只不過馬田步車就沒有那麼神勇 當然紅牛還是厲害 不過看回今年最有機會奪冠一站 可能是蒙特卡羅 或者說就是摩納哥站 其實都很大雨的情況下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車隊安排阿朗素入站 去換王派浪費了一次機會 雖然最後還是保住了第二名的位置 所以嘗試在遊戲中彌補這個遺憾 那我們就操控阿斯頓馬田 最後24圈是交給我們自己操控的 目標是第二名以上 其實結合現實的話 我們再在遊戲中玩的話 就必須要奪冠才能完成這個目標 OK,那我們進入遊戲 大家都看到右上方天氣預報 一分鐘後下大雨 既然現在都是上帝視角 不用等那麼多 直至入站 去換這個半雨態 不用問那麼多 可以看到這個雷達圖 留意第一名的Max 這一圈是沒有入站的 他用19%的黃胎 還要再跑多一圈 所以這次入站 出到來的話 這個出場圈真的要爭分奪秒 看看這次入站有沒有差錯 不像上星期 在匈牙利大獎賽 貌似有對紅色的車隊入站 換胎換了9秒鐘 我也不知道這對紅色的車隊 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 好了 2.4 很快 非常快 我們剛剛出站 換完胎之後 馬上下大雨 你都看到賽道訊息 這裡 雨量是逐漸增加的 往年的遊戲都有提示 這個乾燥這裡大雨1mm的話 就要用雨胎 好沒有疑問 這一圈對我們來說是全力攻擊的 所以打開什麼ERS 釋放 今年沒有超車的 只有釋放這個模式 然後加油 輪胎也是全力PUSH 好了 Max已經入站 我們也是來到發車區的位置 關鍵的時間到了 Max一出站 看到Max沒有車 為什麼阿朗素這裡要殺車呢 什麼意思 阿朗素 增加懸念 所以 都是過了Max 還要殺車 阿朗素真的懂得加氣分 在Max前面 這個是非常重要 當然 長久來說 我們遠距離絕對不如紅牛 但是這裡是摩納哥 By the way 今年新增了車手的視角 這個視角很帥氣 哪怕紅牛再敗 這裡是摩納哥 而且阿朗素的防守能力 就不用說了 而且下雨沒有DRS 哪有這麼容易超 所以接下來就是摩納哥的上態 Max在後面 有些位置是真的縮到0.2 0.3 例如這個八甲灣這裡 但是一出來 來到隧道這裡 一加速又拉開了距離 這個就是摩納哥的特性 剩下10圓的時候 阿朗素都還在Max前面 基本上都是0.2 0.3 0.4 然後突然之間又0.7 0.8 我也免得一直看著這個鏡頭 有時候確實要快進 突然間 縮小到0.1 旁邊看到一部紅牛 已經看到Max的車頭都上來了 嘩! 突然之間 不知道是不是睏眼睡 嘩! 已經過了 所以立刻我們又要轉換到全力進攻的模式 今年放電這裡沒有超車 但是有一個ERX對抗輔助 應該就是讓我們超車或者防守 即是對抗的時候去用 看到阿朗素立刻拿回投名的位置 其實真的要防患於未然 特別是你後面的牛牛的時候 你之前領跑的時候 有些彎位你該充電要充電 就是防這一刻突然被人超 阿朗素很強硬 在法甲灣吃著內道 沒辦法 這裡就是摩納哥 是這麼窄的 接著來又回歸到摩納哥的常態 你追我說 突然之間安全車出動 什麼回數呢? 哎呀! Logan Sargent 秉承了之前 Abu Dhabi 就是Abu Dhabi 貢獻了最後的大氣 這次Logan Sargent 最後幾圈突然之間炒車 其實就增加了很多變數 現在是第72圈 你看到這個雨勢 12分鐘後 你看看這個天氣預報 12分鐘後會變成多雲 那你說安全車會不會帶到12分鐘後結束 還要繼續跑呢? 如果是那種情況 現在入站是最完美的選擇 換一條乾胎出來 哪怕你最後只剩一圈 Max是雨泰一定會超過它 但是現實都是最後跑半雨泰 所以我都是按兵不動 應該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我們開過維修區之後 發現都是沒有車隊入站 接著來安全車帶了幾圈 Team Radio 都聽到 好,賽道已經變成乾燥狀態 對 現在是用乾胎最合適 當然大家都是沒有入站 現在唯一的變數就是安全車 如果它帶到賽事結束 對我們來說就最有利 如果它提前結束 那就不知道會怎樣 快進到77圈 安全車還在帶著 其實我有種不祥的預感 不,Mikey,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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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2021年阿布達比的情況會再次發生 但是這波安全車真的不結束 沒有了,開到這裡就已經沒有了 這個是倒數的第二圈 安全車決定要帶上最後一圈 我真的以為 你看到現在出曬太陽了 其實Logan Sargent 的車一早就抬走了 我以為2021年的阿布達比真的要再現 當然當時Max是進了站 之前一開始就進了站 現在是所有人都沒有進站 哪怕上一圈安全車結束 我們都只不過是同樣的輪胎鬥爭 所以安全車最後一圈 最後這個彎入站 那我們就大到結束,大到衝線 都叫做一波三折 我們提早換這個半雨梯 是過了Max 但是又被Max 超過了Max 但是又馬上過了Max 最後還做了安全車 其實都是加了X因素 但是Magic Alonso 在摩納哥是完成了T-Mart福壽 好啊 好啊 最後一圈 阿朗素就捧起了冠軍獎盃 不是陶瓷的 沒事的 Lando又不在領獎台 不用怕 哇,Russell 你又是這樣嗎? 拿香檳鞋 不斷蹲領獎台 幸好不是陶瓷 原來第三名是Russell 其實現實的話 他這站跑得很頑皮 OK,所以我們的挑戰就完成了 最後他都會出這份成績表 跟現實世界成績相比 阿朗素上升了一位 然後加了7個值分 其實這個模式我真的蠻期待 也蠻好玩的 可以結合到現實的東西 其實就最好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比較喜歡寫實的遊戲畫風 好了,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大家想看到更多F1 Manager 的視頻 希望可以多點讚 其實我蠻喜歡這遊戲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